如果我們的心中總是充滿憲恨、嫉妒 那麼就會破壞自己的善根 很多人終其一生陷入貪嗔痴等三毒之中 若是心中充滿憲恨、嫉妒、發脾氣 就會破壞善根 因為唯有善的種子落地生根 才有機會向上開花結果 因為如果連善根都被連根拔起 這也無法得到善果 又該如何期待開花結果的一天 想要占有對方 不願意白白付出 所以就有一種相對論 就覺得說 我付出這麼多 那你要是辜負我 我絕對 淋為玉碎不為瓦全 就是說我得不到 別人也休想得到 你想拋棄我 我絕對不讓你好過 這種完全就是一種稱恨 暴富心 我想很多年輕人正處於這種心情郁悶 然後又不敢講的這種面子問題 所以覺得也很受苦 雖然他是年質清廉 但是他的心中 要是沒有佛法來疏導 通常對於他的生活感情滿意度也是滿低的 所以佛法能夠解救我們心靈的空虛 我們應該將生涯 規劃一部分來放在佛法裡面去思維 並且讓我們的生命有意義 因此 學佛的重點在於相信佛法 相信是清靜心且無所求 唯有相信才能和佛法接軌 有所相應 把愛融入內心之中再綻放出來 進而擴大愛的能量 從愛別人 愛社會到愛國家 使生命更加豐盛 法界新聞賴龍水泳 桃園採訪報導